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8月12日 欢迎大家收看沙巴星州晨见新闻 先来关注今天头条 我国网络相关犯罪活动日渐严重 执法当局在2021年共接到 与2万宗网络相关罪案的投报 损失的金额高达5亿6千万令吉 内政部副秘书长阿多哈林表示 我国近年来网络相关的犯罪行为如网络霸凌 个人资料被盗取或外泄 及诈骗案件频频发生 并引起政府及执法单位的关注 他指出在2019年 当局接到1万3千总网络罪案投报 所造成的损失金额达5亿3900万令吉 2021年则进一步增加 阿多哈林也指出我国正建设精明城市 种种资料和关键数据也透过互联网传送 网络安全应当成为数码 生态系统最强调和关注的可提 他说我们需要为网络安全提供更好和安全的保护 提升我国的网络安全议程 才能保护我国的重点目标地点免受网络安全威胁 另一则新闻 沙巴社会发展及人民福祉部长 拿多沙赫米指出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与72%大马教育文凭毕业生无意继续升学 选择进入职场 他说我们不晓得这么多SPM 毕业生被升学不感兴趣的真正原因 或许现代科技发达 年轻人可以轻易依赖科技投身商场 无需一指学术文凭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2019年56万名大马教育文凭考生当中 只有17万人继续升学 其余39万人选择投入职场 这些17岁至18岁的年轻人对升学不感兴趣 原因有三 包括零工平台获得更多就业机会 受社交媒体影响 以及认为学习优异也未必找到好工作 接下来是沙巴关病疫情消息 沙巴关病单日确诊病例持续高企 昨日新增360宗 呈阳率也持续突破13% 这意味着病毒传染率仍居高 造成单日确诊病例居高不下 沙巴关病事务发言人马希迪说 亚比单日确诊病例回到三位数 新增117宗 另有八个县新历城双位数 分别是山打根和斗湖各天39宗 斗亚兰35宗 巴巴26宗 必打单25宗 兵南邦15宗 跟得咬和拿赌各天10宗 降幅较明显的县区分别是必打单减9宗 以及拿赌 但不难 宝佛各锦7宗 另有7个县无新利 另一则搞笑新闻 素有国民战车支撑的麦威再次让人观目相看 小小的车身竟然有办法拖着 巨大的大卡车在马路上行驶 网民笑称 拖车公司有新的竞争对手了 该视频引起了广大网民的好奇和热议 有网民打趣表示 看了这个视频 我要用麦威来接拖车服务的工作了 有的网民笑说这款车原来还有拖车功能 这不愧是麦威玩 阿星周为您报道